世纪,传说于的儿子启,在黄河流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,夏朝。 从此,中国开始了长达2500年左右的奴隶制社会,经历了夏朝、商朝、西周和春秋这四个时期。 夏朝的统治中心在今天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,都城相传在阳下,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登峰附近。 由于黄河多次散乱和政治动乱,在夏朝和商朝前期,时局不稳,都城曾多次搬迁。 直到公元前十四世纪,第十次山盲旁庚迁都道殷才稳定了下来。 因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,所以后人又称商朝为因,或称因商。 公元前十一世纪,商朝末代昼王爆裂异常大修宫殿,建造九池肉林,光云无度。 昼王还用泡落之行取乐,强迫人在烧红的铜柱上行走,如果站不住,就掉到火里,活活烧死。 昼王的暴政使社会矛盾空前尖锐,被水流与中族首领五王趁机联合几个部落,攻打商朝。 昼王从昼出发,开始了末商的战争,双方在陌野展开大战,商朝军队不为暴君脉戎,纷纷倒戈。 末夜之战,昼王大败,最后自焚于自己的宫殿之中。 华丽的宫殿化为焦土,商朝灭亡。 周朝建都昊基,这些曾被厚厚的黄土掩盖达四千年之久的瓦当和遗址,向我们展示了周代早期城市的繁荣。 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,西北犬王族攻入浩京,西州灭亡。 第二年周平王冬迁落役,登州开始。